今年因为疫情停止的基隆观光八市 以全新面貌亮相 结合基隆在地异象色彩屋 朝近公园游轮灯塔大海 打造基尔朵儿两位形象网红 透过其金屯之旅悠游基隆 带领游客一同进入梦幻的美好游城 那观光八市是一个很好的服务 也就是外线市的旅客透过预约 它可以得到高品质的旅游的体验跟经验 那另外也可以来到基隆的时候 它不需要想太多 所以观光八市会把所有热门的观光景点 把它传接起来 基隆观光八市T88路线 特别规划了11个热门旅游景点 串联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长潭里 望海巷 景观桥等 基隆最新特色景点 市长非常的用心 把整个基隆的 不仅仅是原来的景点而已 我们有很多新的景点的出现 像我们最近这个沙湾的文化园区 其实就是一个缝合 原来的这些历史的景点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基隆市的观光八市亮点之一 还有随车导览人员为乘客解说 基隆市山海城港的多样面貌和观光景点 一路来到了新开幕的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除了已经整修完成了两座古迹 要塞斯林布官邸和校官眷社 现在还有了成品书店期间限定店进驻 古色古香的老宅多了书香味 园区还新增了大沙湾石围 一构清法战争纪念园区 以及太平伦纪念碑 将这么多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景点缝合起来 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园区 冬天来到和平岛 除了看地质公园鬼斧神工的地形 阵阵海捞掀起的波涛景色更是磅磅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基隆市政府把这个巴士推出之后 它把基隆各个知名的景点都串联起来了 可以花一天或甚至两天的时间 就很轻松 我只要搭上巴士 就会载你到那些景点去玩 就省下很多 就是可能查公车 或是找班次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蛮好一点是 它有导游做介绍 不论是沙湾和平桃先锋潮 感受冬天风雨中的独特浪漫 还是走访基隆新乐园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或是圣诞跨年海有基隆 享受基隆圣诞跨年氛围 搭乘T88基隆观光巴士 让老司机带路穿梭热门景点 深度走读专属基隆的在地故事 相信一定可以玩得非常过瘾 迎接2022新的一年到来 T88基隆观光巴士 还会带大家走访台版小敦煌 仙动言 否手动 这里可是第58届鸡马奖 勇夺三金电影气魂的拍摄几点 以及北北基规模最大的海科馆 朝进智能海洋馆 欢迎大家上网预约 一同来基隆搭乘观光巴士 来趟海派浪漫的畅游之旅吧 基隆观光巴士 在